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谓人红是非多 周深在走红之后一直被人针对 即便周深屡次贡献经典舞台和高质量歌曲 但还是有人炮轰周深不务正业频繁参加综艺 更有甚者直接吐槽周深不懂创作 小编就纳闷了 为什么非要抱着挑刺的心理去听歌呢 承认别人优秀就那么难吗 在小编看来周深并不存在创作短板 所谓短板是影响艺人发展的因素 显然周深并没有因此受到任何影响 反而他成为了各大卫视晚会的香锅锅 在刚刚过去的湖南卫视 浙江卫视和江苏卫视的晚会中 周深的节目都是收视最高的 而且在最近的夏月毕业歌会中 周深也是人气最高的那一个 说的直白一点 周深不是不懂创作 而是不需要去搞创作 首先他不缺好歌资源 很多作品都是为他量身制作的 再有音乐创作人也是一个独立的职业 这群人也是要吃饭的 他们需要高人气的歌手 为他们消化音乐作品 而周深这个阶段正是缺利自己乐坛地位的时期 所以他首先要保证的是发歌速度和歌曲质量 众所周知周深以演唱电视剧OSO为主 所以让他去阅读小说剧情是不太现实的 他没有这个时间 但音乐创作人有这个时间 而且他们可以去按照周深的特点 去针对性的创作原创歌曲 这样可以把这类型的作品做到最好 这是互利共赢的局面 所以周深的作品才会那么有画面感 在有上天王王时比较公平的 周深已经拥有了一副天赐的好嗓音 上天还会再给他过人的创作天赋吗 这是不太现实的 而周深这已经完美地兑现了自己嗓音天赋 这就已经是非常出色了 当然要是周深强行搞创作 也不是做不到 只是他想在短时间内创作 和他如今能轻易拿到的音乐作品水平的歌曲 是不太现实的 所以这完全没必要 至于周深不务正业频繁参加综艺的说法 也是无稽之谈 首先周深并没有频繁参加综艺 这一点小编可以说的理直气壮 因为小编一直在关注周深 再有拿这一点去吐槽一位歌手是非常可笑的 谁说实力派歌手就不能参加综艺了 那个娱乐圈的艺人是不需要热度的 最简单的一个道理 如果都没人认识你 你的歌曲再好听又有什么用影 更何况粉丝也是想经常看到自己偶像的 只要在不影响自己作品输出的情况下 参加综艺是双赢的局面 这既能给综艺节目增加看点 也能为自己博得热度 这何乐而不为呢 拿这一点说是的 完全就是鸡蛋里挑骨头 不过也是周深太过干净了 他也没有其他的任何黑点 倾听小编一言 学会承认别人优秀 也是放过自己的一种方式 不要再跪着去追星了 花语乐坛已经迎来了百花齐放的阶段 周深如此年轻 便已经拥有了如此多的代表作 这样的歌手大家怎么忍心去伤害呢 我们要做到是多给他一些支持和关注 要知道周深可是以数页有专攻这句话 拒绝了导演的拍戏邀请 这才是真正的人间清醒 作为选秀节目出身的周深 完全是靠实力和作品在华语乐坛站稳的脚跟 如今的他只要登台和发歌 就一定会创造经典 这样的歌手谁会不喜欢呢 不要总是说华语乐坛新老歌手断层严重 多去关注一下像周深 邓紫棋毛不易 梁博和华晨宇这样新生代优秀歌手了 也不要再说华语乐坛还是再靠周杰伦和林俊杰称场面 这只是某些人不愿意承认自己过时 也不愿意承认别人优秀的理由 期待周深的新作品和舞台 周深逐渐成正能量歌手 多次唱主旋律host采访时说的愿望实现 周深是目前娱乐圈里炙手可热的歌手 与众多爱豆歌手不同的事 周深不仅具备高流量 同时也具备超高的歌唱业务能力 总能把歌曲的意境唱出来 给听众生灵其境的极势感 让人一饱耳福 可仔细观察你会发现 周深现在也在慢慢转型 往正能量歌手的路线上发展 不单单是演唱一些普普通通的歌曲 试图让自己的歌声更加多元化 更具力量 主旋律题材电影1921 即将在7月1月全国公映 是为建党100周年特意筹备的影片 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 而主题曲的演唱者同样至关重要 需要积极向上 公众形象正面的歌手来演唱 作为没有绯闻 安静静唱歌的周深来说 当然非常适合 再加上有很多年轻粉丝 顺便可以吸引一大部分年轻观众 来关注这部电影 所以周深就和歌坛前辈孙楠 共同演唱主题曲国际歌 来对电影出一份力 这是周深第一次与孙楠合作 是在不同时代 有代表性歌手的一次大碰撞 这个影视主题曲的资源 对周深来说至关重要 可以在如此重要的影片里现场 无疑奠定了周深的主旋律色彩 用歌声祝福祖国 把一个个音符撒在神州大地上 在这之前 周深也唱过好几首正能量主旋律的影视金曲 例如在电视剧光荣与梦想中 现唱歌曲繁星璀璨的天空 为张艺谋的电影悬崖之上 现唱同名主题曲悬崖之上 以及在今年的央视春晚上 与张爷老师合唱灯火里的中国等等 这一步步逐渐让周深成为用歌声来传递正能量的代言人 也完成了他作歌手的目标之一 周深在之前的采访中说自己想要为祖国而唱 如今终于实现尽管现在周深的名气流量越来越大 可他并没有浮躁飘飘然 依然不忘自己的初心 即用自己的歌声去传递正能量 不仅仅是当成简单的音符 就像之前他在采访时说的那样 希望自己可以做一个很开心的小百灵 用自己的歌声去为祖国而歌 为时代而唱 现在看周深的这个目标终于达到了 已经演唱那么多主旋律影视金曲的他 演员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取积极散发正能量 为祖国的大好和善而唱 为祖国的繁荣发展而唱 为这个进步的时代而唱 这就是周深最与众不同的地方 把歌声用在最有价值最积极之处 以一己之力来散发正能量 作为专业歌手的周深是成功的 拥有很高的人气 却依然唱出主旋律 是哪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学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优宾的小铃铛哦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 拜拜